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春伯伯 我知道您好不舒服 現在我們來一起向天父祷告 好不好 親愛的天父 在這裡我要為立書各人 對於在安寧病房工作的紅藍來說 除了每天例行的工作之外 去傾聽病人的心聲 是同樣的重要 特別是對獨居老人來說 獨居老人因為他 就是沒有子女沒有親戚 一個人 我們工作的重點就是 除了一般的檢查還有一般的照顧以外 因為他們沒有人照顧 所以就一切由我們來負責 因為我們都穿綠色的衣服 那是一個最明顯的一個象徵 所以他們每次看到我們來 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有一些E-call 既然是獨居 本來說話的人就小 如果你關心他 他心裡其實是很溫暖的 因為我以前不是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以前在做事情 就是只要針對事情 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可是病房助理這個工作 他所面對的是人 是一個生命 給我最大的安慰就是 病人真的有需要我們 以前都會說凡事不要計較 講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不容易 可是你來到這裡以後 你真的凡事比較不會計較 我發現說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你很計較 你會錯過很多東西 所以一切成員就好 洪蘭在這份病房助理員的工作裡 找到屬於他獨特的神明意義 謝謝你阿姨 阿姨謝謝你們喔 我實在真的很感謝 謝謝你給我們的誇懷跟愛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無論深夜或白天 身為和病人密切接觸的病房助理員 總是用最細膩的心照顧病人 他們守護病患者的身心 卸下陪病者的重擔 他們的腳步不曾停歇 他們的心永遠帶給人們溫暖